那这一天呢 是1996年第11月 中旬左右 天都挺冷的东北也下雪了 说袁南那个身边啊 这些朋友咱不说 今天晚上的故事从谁身说起 从借着袁南这个名气 发了家的这些朋友 有一个人啊咱们得说一说 你看咱们讲到沈阳的刘勇 他有个朋友叫刘丽 天天借着刘勇的名气也没少挣钱 后来刘丽杀人出事 那咱们基本上讲的这个人物啊 说谁呢 袁南他这个团伙里面 在南杠区收保护费 最早进入火站收保护费的 也算是第一家 谁家啊 董小丽啊 我不知道还有一家啊 就是那个修车烟给咳了 那个董小丽 这个董小丽跟袁南他们的团伙 属于半 半啥半朋友的这个 他并不是袁南团伙的人啊 他跟袁南也不对等 但董小丽跟谁处的不错 跟小窗处的不错 董小丽这处的160万大奔驰都买来了 在买车之前 还跟那个小窗跟袁南他妈商量过 说你看南哥 我想换台车 就按咱讲话你换呗 董小丽非常聪明 他了解这些流氓的心理 说别他妈 我买个好车 把袁南他们都盖过来 说我得上线 哎 这比买了个160万的车 那这时候董小丽啊 在1996年10月份左右 他已经不止说两家夜总会了 董小丽这时候旗下有四五家夜总会 到里区到外区 包括南杠局 还有这么三家饭店 啊 那也就是说 董小丽的资产早早已经就过了一千万两千万了 那时候挣钱那么怪啊 娱乐行业啊 比如说那年代有钱 那年代人收入不高 但你会发现社会人啊流氓的 你包括这些生意人啊 出去都灰金如土有钱 董小丽灰金如土有钱来 哎 有钱人呢 就有人盯上你 那年代流氓多呀 有人说 那他跟焦岩南好 谁敢碰他呀 你记住了 永远不吃生米的 基本就有这么个大哥 他就不吃生米 你看元南是到外区的 一提焦岩南 说哈尔滨到外焦岩南 但事实上他成名发家史在南杠 那当时在南杠区可以说 焦岩南呢 基本上家家都收保费 而且这个南杠流氓的 没有不认焦岩南的 那就在南杠区 还有人敢跟焦岩南开战 点名骂焦岩南 说擦你嘛 你来你试试 你看我干不干你 说谁呀 这一天就在南杠区的 一个二城小楼 哎 屋里边啊 大伙吃火锅 喝的挺多 其中有一个兄弟就跟大哥说 说二哥 咱最近这生意开战挺难的 怎么干难法 你看那个 这个火仗跟前 那个别的不说 那最大那家那董小丽 啊 那那那董小丽那夜整会 咱们到现在这个东西都没卖进去 你包括这个董小丽 改南杠区 还有道里到外 好几家夜整会 哪家还不收参加货呀 那说话的这个人啊 是个小老弟 那被汇报这个大哥呢 是南杠区的当时一个大哥 这个大哥叫啥 叫二乖 这二乖是干啥的啊 一提二乖 可能老些老的这个哈尔滨人都知道 啊 就上两岁数 这五六十岁以上的嘛 有能听过呢 那有人说说 他妈这是哈尔滨大哥这么多呢 一个区多险 一个区都老了 啊 一个区都老 哈尔滨也挺大 这个二乖啊 这个二乖咋说呢 他跟当时杜海明 就算是一个奇名的人 老胖没毛病 他没有杜海明有钱 但是呢 二乖在这个 九年代也赶上转型 他也挣着钱了 这币干啥 卖不良嗜好 啊 还有啥呢 还有酒水的生意 这币专门订业总会 那你想想 那年代 就就就就就就 一个酒 他妈的成本可能十块钱 啊 咔嚓进里面就卖个什么 一千一百八 什么一千八百八的 啊 十五块钱 一百块钱 顶多了 那酒水都分 那么多少倍 所以这币卖假酒 还真酒都能挣那么钱 他卖假酒 假酒呢 可能 比如说那个老杨炮的 五百八百块钱成本 卖三千吧 他那个假的 可能就五十块钱 也卖三千吧 所以这币卖假酒 包括卖那个 不良嗜好 哎 那个讲话了啊 就那个 那个年代 他卖那个啥呢 挺特殊 就是九几年 都实行摇头嘛 哎 他就算面整了丸子 嘎嘎的 所以说这币挣出钱了 你妈的 那币给脸有点 不要脸了 我给打电话 二官拿电话 就不给董小丽 董小丽 在当时哪里 到里去一下 一种会儿 因为他很多一种会儿 南杠那种就不大了 到里去的大 就起电话 哎 你好 哎我是董小丽 那位啊 哎呀 这董老板忙啥呢 啊 谁呀 没听出来呀 没听出来呀 我 你二哥 我二哥 哪个二哥呀 行了 别管我叫二哥了 我管你叫丽哥吧 啊 我南高二龟 啊 求你办事啊 管你叫哥吧 谁 二龟 哎呀 二哥 你别开玩笑了 啥事啊 啥事 啊 小丽啊 你在哪呢 我我在店里呢 你看啊 之前跟你说的事 说了第一 有他妈五六次 我自己找你都找三次了吧 啊 还是咱们生意合作上的事 今天晚上没啥事 喝点酒啊 一会儿见面聊聊 啊 你在哪个夜中会儿找你 哎 二哥 之前我都跟你解释过了嘛 咱们有合作的这个 董小丽那个厂子也卖那晚上 哪个夜厂不卖酒啊 他肯定都卖 但是酒水啊 肯定都有定向的都都合作 那么一年或者两年 那不良时号呢 董小丽也干 那夜厂要不干这些东西 你不没个挣钱 但是这个夜厂 他干这玩意也有合作的 早已经都合作半天多了 董小丽讲话 说二哥 那个 咱们之前这个都说完了嘛 我这不太方便 啊 然后这个都已经有合作的老 老合作的伙伴 我没法TK 是不是 啊 不是 我唠别的 找你喝点酒 行不行啊 啊 现在咋的牛逼大了 啊 挣钱了咋的 啊 不搭了你二哥了 不是不是不是 二哥 你看你说那话 啊 你要上我这家来玩 安排你全免单都行 啊 在哪个店呢 我过去 见面了 啊 那个 董小丽吧 有点迷糊二拐 你看董小丽 他不是社会人 就是虽然他跟交易男好 但是除了交易男 哈尔滨有很多社会团体 像我说什么白波涛 啊 曹冰江 曹普顺的 小黑啊 这些人太多了 他妈 而且社会人哪有不凶人的 这二哥到他那家四盒都不给他捡 哎呀 说行 二哥 我我在道理区那个 啊 一等会儿的那个店 啊 你不来过吗 你来吧 啊 我在这里 啊 你们正好 那个兄弟几个过来 正好不行 我安排你们喝点酒 行了 等着吧 我要半个小时到 好嘞 电话发灯一烤 哎 这二哥员呀 当时是哈尔滨的老炮 八十年代 你就开始玩社会 哎 这社会八十年代 哈尔滨玩的 玩社会就比较多了 这二哥员在这当时 首相兄弟多少人 第一我他妈二十多人 哎 说走 跟我去溜达溜达 上他妈东小丽那去一趟 今天晚上 我跟他再谈一次 他他们要是不给面子 就他妈弄他 哎 这不嘛 二哥员 领着兄弟大伙 开着当时几辆车 就奔往了当时 然熟的道理区 往叶总会这蒙手这么一停 二哥员当时踢个大出屋子 也挺他妈喝人 一下车 往这个屋里一进 因为由于 他这东小丽的店 来回什么南杠区 包括这个道理区 道外区 他这员工来回也乱窜 包括店长啥的 这家的店长 原来就是南杠区的店长 往屋一进 二哥他们往屋里一走 眼睛这店长就认识二哥 一吵一马 这不二哥吗 二哥你好 二哥 二哥一吵 哎呦 吵伞吊这儿了兄弟 二哥 二哥今儿上 哪个包房玩 是不是还咋的 找你们老板 哎 东小丽在几楼半公 他们夜固会行当 老铁三三楼 说那个 我们老板在三楼 跟我老板有预约吗 打完电话呢 这个东小丽让我来的 那行行行 楼上请楼上请 这经理 前 Slang经理 马上就把二乖他们往楼上请 很快 二乖跟着这帮人 就往楼上 这就上 经理一看就不好 他们来二多人 到这个还不是玩 没啥几个好事 经理也知道二官是啥人 来到董小丽的办公室 这个董小丽是夜总会最大的道理区 最佳 就是他四五个夜总会 这是最大的一家 就是这么说吧 他那办公室的大石墓门都挺大 就像现在有一家有钱人 那个别住豪宅人 都大对开边的大办公室 到这地方 巴巴一敲门 经理一敲门 董小丽给屋里面讲话了 谁啊 一推门 那个董老板 那个二乖二哥来了 董小丽一瞅 哎呀快请快请 快请 这推门往屋里一进 二乖呼啦啦的就进来二多人 而且酒气熏天 董小丽就感觉就不好 哎 起身瞅瞅经理 二哥去 给蒸点吃的 蒸蒸干果啥的啊 蒸点水果果盘啥的啊 蒸点喝的 二乖一会儿别忙了 别忙了别忙了 住手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就走了啊 哎 把那八灯就坐下来啊 银子兄弟都站一排 董小丽啊 赶紧上前又点烟又倒水的 二哥 那个 呃 今天晚上这个 这么点 我今天晚上没啥大事 陪你们喝点 一会儿啊 那谁啊 去给楼下把那个包房最大的给腾出来 二哥来了啊 一会儿喝点酒 跟二哥 二哥也白手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忙了 啊 这个 董小丽啊 董老板啊 这个 今天我来我也不废话了 我今天呢 掏干那个你唠 之前找过你 他妈的能有四五次 我兄弟还找你几次 啊 时间咱也打过电话 今天我是最后一次找你谈 啊 没有下一次 知道吧 你也知道你二哥我啥皮信 说你这个厂子这玩玩我能不能卖 还有包括你厂子的酒水用量很大 我不说别的 你把这酒水呀 你给我 是不是 别的不说 说别人给你提点啊 说别的那种卖酒给你提点 比如说他们给你提三十 咱俩对半干 多挣点就完了呗 是不是 你跟二哥合作 二哥也不吭 董小丽知道啊 那他妈二乖卖的是假酒啊 那假酒呢 当年有钱人一喝能喝出来 说实话 那没能的 这人喝完了 也不敢自私 那有钱人喝出来 那也他妈找你病 那天天也纠纷也挺多 而且啊 他这个电视物价 如果卖假酒卖臭了 人一传 说那个董小丽那酒吧 那亨利酒吧 全是假酒 慢慢的就 就瓦了 虽然说暂时正当 董小丽也不跟他干的事 董小丽一臭 二哥 这个 这个酒吧 首先咱说玩 玩这个事吧 咱们有合作伙伴 而且都半年多了 我没法跟人说不行 你再说你家的酒 你家的酒吧 你也知道 那都是假酒 那假酒要进入 这个夜总会里面 那一流通 那客人喝完之后 咱说实话 那没能力的就喝完拉倒了 那有能力的喝完 那不得找事吗 到咱这夜总会非关即富的 那还有很多江湖人物 那他妈把我场子几天 再给我砸了 他敢 再说了 你老的都没有用 东小丽 那基本上到你这都喝 二叉酒三叉酒的 喝咪咪咚咚的 谢谢179 那假酒呢 喝不出来 谁能喝出来呀 喝完也基本照样摇脑瓜 照样光光的 谁能喝出来呀 到哪个厅夜总喝完酒 脑瓜不疼啊 不都正常吗 关键他们假酒挣的也多呀 说到这儿 说那都他妈是托死 我就问你 东小丽 这酒还有这个玩儿 能不能卖啊 今日要是能卖 你给我个痛快话 要是不能卖 啊 你别说他妈我难为难为你啊 让你不得劲 你二哥 我这人性格就是 别人让我得劲 我让别人得劲 别人让我要不得劲的话 他妈他也别想得劲 二哥 当时也是喝点酒去的啊 老铁他这一说完 董小丽一看 眼睛对面来的也是 思在必得 又不是商量的口气 那董小丽 该说不说 也不是说 他妈啥也不是 那资产上千万了 还有原来 他们照着一年 把保费 一个厂就交十万二十万的 那他妈这几个厂子 加在一起 原来都照着 那加在一起 一年给 给原来那个团伙 也得给个百八十万了 董小丽一瞅 说二哥 那个 我听你这意思 你这是要难为我呀 难不难为你的 别基本费话 我就问你 交朋友 合作一起挣钱 还是基本跟我 二乖竖敌 你自己说 能讲理解话 二哥 你要这么说的话吧 我感觉你 你真是这个 来找事的 你要来找事吧 二哥 我确实我不是社会人 但是二哥 我说句话 那个 你也别生气 二哥来讲话 你说 那个 我不是社会人 但是我每年 我社会人的交保费 那我的保费 也不白交 爷爷 讲话 有事 爷爷管的 再说就我 卖这个东西 卖啥 爷爷都借助 这个东西 爷爷都有提点 谁呀 交远男 站起那个站前南杠的 焦远男 远男 他们照着我这场子 也不随随便便 让我卖其他的东西 而且我这嘎的酒嘴乱七八糟 他们都有提点 焦远男 二乖一听 二乖讲话 二乖能不知道 啊 这他妈妈 这个这个 这个董小丽 跟焦远男好吗 而且焦远男照场 他能不知道吗 咋的 拿他妈焦远男 喝我呢你啊 啊 不是 二哥 不是拿那个 谁喝你 我感觉是你在喝我呀 你看 你看你说 不卖又难为我 又干啥的 你看我 我这这没办法了 我 我没有跟你 树敌的意思 二哥 你看咱们喝点酒啊 没这都行 但你说这个酒的事 还有这个玩的事 这事这真不行 不就他妈认识焦远男吗 不就跟焦远男 这帮小鸡仔子 关也好吗 来 你给焦远男照 啊 你这么的啊 今晚正好你落到这了 那我就把这话给你放 哈尔滨 小鸡活着还能咋的 啊 焦远男 小崽子 焦远男在二贵面前 他属于江湖晚辈 但是江湖正反正论 他妈先后嘛 得看谁 他妈全都大呀 二贵四十出头了 元南这个人多大呀 正好 正好是将近三十 他一九六七年的 现在一九 马上九七年了 啊 九六年年末了 二贵讲话呢 你让他妈焦远男来 啊 你既然把这话说了 我这么跟你说 啊 要焦远男来 你看我他妈摆不摆过的 啊 他来我把他弄了 我这酒是不是能卖了 啊 我这玩是不是能卖了 你今天必须把焦远男找了 啊 你不把焦远男找了都不好使 焦远男是个屁呀 还有他那兄弟 叫什么张军的 都狗屁呀 干点狠事 找的啊 谁都没干过狠事啊 你给他找了啊 今天你不找了 今天我跟你说 我都他妈是你皮剑 听明白吗 东小丽一丑 行 啊 你这么的 二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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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打电话 让他来跟你谈谈 你让他来 你让他来 我看见没他来的能咋的 啊 你让他来 快点的啊 我给你一小时时间啊 啪 不来 今儿厂子给你砸的 行 东小丽讲话 行 东小丽新讲话 你找死呢 我就没找了 是不是 你不听劝呢 东小丽讲话 说二哥 那那那那那 那我那我电话没带过 我说 我我上午 那个屋求电话 其实东小丽电话就在身上 为啥 他不能当他面扎他身上 说我出去 我求电话 我打电话 去吧 啊 你赶紧的啊 趁早快点的啊 你把救援男后叫来 啊 你看我他妈 呆不呆我的 双哥给市局的电话 他就想 啊 小三一瞅 谁也就是 哎呀 东小丽 哎 啊 董哥 啊 啊 小双 那个 双啊 在哪呢 我在市局呢 啊 我这一会儿 要出去玩会儿 你啥事啊 哎呀 那个 爽啊 本来不想麻烦你啊 但是没办法了 啊 那个南杠的二乖 知道不 二乖 不是那个机包卖药的 买甲酒 他也干甲酒 那二乖吧 今儿不咱们的了 之前找过我 想帮我去干 卖那个甲酒 你知道我能用他 那个甲酒吗 那不砸自己招牌吗 还要帮我这卖药 我这不同意啊 二乖今儿来了 领他妈二十来人 进入给我一顿鼻子 一顿啥骂的啊 让我说 我说你看 我跟元南他们 南哥都出的不错啊 这帮兄弟跟我好 他整个啥 你要他们叫安南来 他是个屁啊 啊 这个大哥的 给你南哥一顿骂 我这也没招了 你说不找叫安南吗 这是真不行 他说了啊 这个叫安南来 我他妈熟的 你说你这咋整的 我这 咋的 他骂南哥了 平常他也没这胆 应该 你这今儿也不整 就中邪的 老逼套子 装他妈那 你这么的 我现在给南哥打电话 南哥要不忙的话 这点正好 让南哥过去看看去 啊 那行行行 啊 那酸儿 我也去 小酸儿把电话就撂了 酸儿哥把电话撂了 这时候 郑安南干啥呢 郑安南呢 当天啊 老铁 正在当时 这个谁呢 正在家中 跟这个赵志平 啊 因为赵志平那时候 孩子刚刚小 那九六年生的嘛 啊 这时候小孩不到一岁的 十个就几个月 这原来就不 不知道在外面下午 晚上基本就回家 除了喝酒 原来正敢家 跟这个赵志平 看孩子呢 南哥电话就想 几点啊 这会儿晚上 也就起不点了 哎 啊 说啊 南哥 那回家了 啊 在家呢 跟你嫂子哄含 咋的呢 那个南哥 董小丽知道吧 啊 董老板咋的 那个董小丽 那个厂子 都道理区的 那个叶董会 啊 亨利叶董会 来他们一会儿 到那屋啊 强行要往他那个 卖卖卖卖酒 卖假酒 还要卖药 卖这卖那的 啊 这董老板不干呢 这这这提咱们了呗 咱子毕竟收音符 饱费了 人对面讲话 说叫焦原南来 焦原南来 我他妈干焦原南 啊焦原南是个屁 这个那个 南哥给你都一对妈 啊 董小丽不撒谎 谁呀 这么牛逼啊 啊 那个南哥的二龟 二龟 我知道 对他有点印象 妈 但不熟悉啊 这人 挺大 是岁数了吗 对呀 这比他妈这两年 他妈这 也不知道怎么的啊 其实我都研究过他 啥也不是的主啊 啊 你知道吗 我过去看看去 啊 没事没事没事 南哥 那你去吧 我没啥事一会儿 我待会儿不是 我也过去看看去啊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正好晚上没啥事 我我我我我 我给他们打电话 你别管了 啊 南哥 他那边有 有好像十个二十个人 你注意点啊 没事没事 好嘞 南哥把电话灭掉 好嘞 南哥把电话灭掉